字幕志愿者 杨宗盛 焦点视频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杨宗余师傅 大家好 师傅,今集我继续第三集 讲风水 由远到近,大到小 去讲龙月沙 水是香港人最喜欢的 影射金钱 但是风水上的水到底 是否只有水这么简单呢? 请教你 又是讲五要 龙月沙水向 今集我们讲水和向 水其实真水假水都要 所以真水假水不是那些钱 因为我们市区地 我们就甚少见到水 除非你说近着维港两岸 你可以见到海 一般我们见到马路多 有时候风水 我们去阳宅的观念就是 马路都当水看的 你了解了水的水法 你可以搬到马路看马路 对应你自己的房子 它是有情 因为无情 醉不醉气 我们在那里取气 旺到你的房子 我们的风水 这些法则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好了 如果说回我们 龙月沙水 我先说一些真水 是 先说一些真水 如果这些水 其实我们说 水不好 所谓叫外返 有时候离香沙 你看到水流到外面 或者流得很急 有时候你听到水的声音 你基本上都不要放在结月 因为它本身 龙行未止 斜路 如果水流到外面 你会影响到 譬如我们的说法 可能后人就不会坠在那里 就会离香 甚至后面有水沖着你 也会影响到一些人丁 所谓叫水沖射都不同 另外水最好是曲 如果是曲 聚 揪在你前面一沙水 水比较静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龙 就是一种阴体 由阴去化羊 就变成平坦 水本身是羊 因为羊是冻的 水基本上是动的 尤其是在高山那些 好像第一集我们看联保月汁 旁边也有很多水 但是你的水会哭哭哭 就是它不坠 那一路去到什么呢 化平去到中原地方 去到山东上海地方 就化平了 好似你香港 已经去到海边 那些水就静 那流的静的水 就变成由羊化阴 我们讲来讲的就是阴阳 那这些地方就可以 不论你是阴窄地 或者阳窄 都可以 水是静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相片 那就是弯曲有情 好像现在这些弯弯曲曲 好像那些水不舍得走 是 那这些是理想一点 那当然你要看它急不急 那些水哭哭哭走 你都觉得是 那些水会走 但是问题是 它不是走得那么快 那是 最好水是静一点 那 那 这个呢 刚才 如果我们说 龙月在月那里呢 我们其中有一幅照 我说很天然的 在潮州那里的地方 那是没有碑的 那如果是 有些朋友的兴趣 我们去看前面那一集 那是一个 原本 不立碑的一个土坟 那是任生了几十万人 那是潮州坟 前面的名堂 就是反过来拍的 那后面那一条来龙 结一个月 然后后面有个老头分水 前面呢 这些水已经是合水 其实这里已经合了水 那慢慢呢 这些水流回来 那它在月那里 因为它坐下了 那它见不到那条水流下来 那但问题是它见到什么呢 它见到一个远局 远局就是一片河 现在这个河 就弯曲曲向那里流过来 那这片水很坠的 你看到很静的 你不见到起百头浪 那些 那远山又有一些潮山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个龙月 那然后呢 左右就为沙 那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水 和 都可以说到向 就是向 向呢 其实就是在说什么呢 是因时而定的 嗯 那这个最后再说 那我们再看那些水先 师傅 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听到的 就是那个叫淨水 和洞水之分呢 是 是 就是我们这样说的 风水呢 就一定是阴阳交溝 嗯 所以阴阳交溝呢 就是说唇阳就不生 唇阴就不长 嗯 是吧 就是你唇一个阳 的地方 就是说呢 如果你山 所谓 讲水吧 本身它本身是一个阳的体 因为它动气 那一定要去到什么呢 要交音 不是交音的地方 就是它 它会止坠 嗯 那这个地方就好了 那反过来 如果是一个山龙的话呢 山龙是一个阴体 硬的阴体 是 那这个硬的阴体 它是大石的阴体的话呢 它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去到一些平地 我们所谓化阳化阳 嗯 开阳开阳的问题 那就是当这些山 没有那么多石了 叫平一点 缓一点 那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叫阴阳交溝的地方 结月的地方 或者一些阳窄地的地方 嗯 那如果你刚才说 一个阳水 一个冻的水 那其实就是 冻不止了 嗯 就是流失了 那所以呢 去到一个静的水就好些了 嗯 好了 那我们继续 留下来 是 是 那这些水 是不是弯曲有情 啊 它是很静的 是啊 啊 还有呢 前面 很平坦 那当然呢 这些呢 就 有 我们在哪里拍的 那时候好像是 在 你自己拍的 自己拍的 哦 很漂亮啊 这些九曲水 它有两个地方的 这个就是在新疆拍的 哦 这个就在天山上面 其实一个问题呢 就是 我拍一些水 它就不是代表那个地方可以撞啊 就是 当然它要看回泥土下面 是啊 有时候呢 你水是漂亮的 但是你都要看泥土 要看月 嗯 那可能一挖下去呢 因为那些泥是很浅的 可能它很 一下边 因为它本身在山上面 是 那它一下边 那些地就很硬的了 是 那所以这个就未必合 合条件的 是 最近我们看的那个呢 有九曲黄河都是这些 是 那就是弯弯弯弯的水 啊 这些都可以 啊 你说我们去走去 就未必得了 去本地的 的居民都可以 找这些这样的结缘 的地方 嗯 反而水就叫醉 是啊 好了 那说回我们近身了 是 维多利亚港了 啊 维多利亚港呢 这里是其中一个位置影的而已 是 这里就是 北角的地方 这个城市花园 东区走廊 这些地方 ですね 嗯 这边呢 就是土瓜和原 嗯 其实那条水呢 就一直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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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這些是东龙岛呢 东隆岛呢 如果我们来讲呢 这个我们是那条 我们不是在海水,我们在讲龙和水的关系,我们的蜜在哪里来,龙蜜在哪里来,水就在哪里来 一路流出去,我们应该是,譬如是大帽山,或者是我们在深圳落蜜,那是北边的 所谓叫西北的来龙,那些水都是在西北里,那去回东南方,东南方我们这个是信方的水口 信方的水口流出来的话,那我们要看这些水,它是否结坠,是否静 那不是看海水,那我们要看印象,所谓印象 那水向那边流的话,通常会在哪里呢?通常会在上沙那边 即是说,它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这里的尾 是 它上面的哪里呢?中环,尖沙咀那些就上一些 是 所以,为什麽呢?开浮,多数就是,你说由尖黄也好,或者你是中环上环那些 那边就相对聚气一些 因为那些水就经过尖沙咀那里收窄了,就聚在上面 是 所以,我们由大的局,一路隐伸到小的局,其实有用 那便包起来这些水局,落回来的马路 你都可以这样看 是 那这个是龙月沙水 好了,最后讲向了,向呢? 向呢? 向就是我们讲的,你什麽运,立什麽向 是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问,九云来了,是否向北好?那些叫向 嗯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首先有硬件 硬件是,龙月沙水 这些地方,水是否聚呢?龙是否有力呢? 有没有东西尖射你呢?那些沙手那麽包护呢? 那这几样东西是硬件的条件 然后最后呢,就取向了 那向的话呢,你就成事立局了 所以叫做,你什麽运,取一条 那一条靓的向,或者靓的线口 那我们就定这个 那麾泽你可以变化啦 因为你的碑可以自己这样定 但是阳泽呢,你一定是要选 是吧?因为那座楼上了嘛 你什麽向叫旺呢? 好像现在的时温 哪个方位旺呢?那条向 那基本上,那个条件你都是坐实向空的 即是,后面就有靠山,前面就有合水 那你捷鱼就好,或者是阳泽也好 那你舒服点嘛,是吧? 你没理由背着那些海,看着那些山的嘛 那所以这个向呢,最好了 你的局是这样的话呢,你定回那个向呢 你计回那条数呢,亦都可以取到一个王气在前面 那这个叫向 好了,那基本上,这些是本身天然的鱼位 那他撞了之后呢,他就对着那些水 前面呢,就矮矮的,这些我们叫按台 高要齐眉低应深,那叫按台 那这个都挺有贵气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市区 尤其是公坟的话,那些条件就没有这麽理想 那麽大问题呢,就是这样说的 将它可以缩小它 那你,譬如说前面 有时候是骨灰钢的 那可能呢,那些位高高低低,你可以选择 那你选择,他前面有个 有个拜台 那你都不会低 低过去,拜台就顶住你了 那最好呢,又不要太高了 那刚刚呢,前面的拜台在你前面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将它缩小 那总之我们有这些条件 这个好呢 这个又是一个宰相的一个月 嗯 在潮州 那大大话说都 广东都不少宰相 哈哈 广东没有读书人 这个是 那这个呢,又是一个月 那然后呢,前面又有向水 那另外呢,前面有潮山 这个有个尖尖的山 这些又是汽名了 有个贵人风那样朝着它 哦 是吧 四面呢,这些有些尖山 就说这些民北 尖的山呢,就是我们叫做贪囊 嗯 嗯 那出什么呢 出这些文人 是 读书人 是 那你将局小了它之后呢 可能这些是一些 楼来的 那些楼呢,尖尖的 那你就可以取用了 是 那你可以将局又小了 縮回,这样一样的 这个一直都是一个宰相 刚才是反过来拍的 现在我们就放回前面 好似这里有一只狮子 守住那个月 那这个又是一个案 那 后面呢,有一些 指不默衍 这些东西 就是 出读书人 那这个读书人呢 可以做了宰相 任生 就是不是他藏这个 是他这个 这个是他祖坟 之后呢,好像第二 第二三代 出了一个宰相 那这些呢,就是 那 那我们未必 有机会 找到这些地方 就将这些地方缩小 那可能将我们 近身的器皿 无疑回来都可以 嗯 嗯 那龙越沙水向 师傅 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地方都会慢慢是 发展 是不是 甚至乎 可能就是 建楼啊 改建 成为一个社区啊 这样 喂,如果是这么说 那我们真是想找一个 叫做 好的 陰宅的 风水地来说 嗯 其实真是越来越难的 是不是呢 因为 即使当我 我在香港 山头 我找到一个地方 这样 喂,那头状元 五年之后 它附近就全部 起 起什么院 什么院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是呀 没办法的 城市发展 就是 你不要说 我们 城市人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面对一些 有些原居民 那它那些地 本来葬起 挺漂亮的地 那它前面 高速公路 或者 那些楼子遮住了 这些就 没办法 那当然 就是你说 我们后人 做风水的 随着会说 是否看得到 我们后人之外呢 亦都希望祖先 找一个地方 他 即是 人 生的人都说 安居乐业 嗯 先人的话 你都希望他 找一个地 藏风聚气 他又比较 坐得安乐一点 那你说 你说四围堂局 有变迁影响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些近身 那些近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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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坐得比较舒服些 我经常说 那些大的地方 你未必是 就是 很有要求找到的了 但问题呢 就变回去 縮小的 那你 你去骨灰银也好 你就不要说 顶住那些桌角啊 或者在那些上面的梁啊 或者那些抽气机 在旁边吹吹一声 那它都坐得不舒服了 嗯 可能它价钱差一点点 那你便找回正中一点的位置 那两边长 左青龙右白虎 那希望它坐得好一点 就能看到门口 那外面有些大的变化 那这儿就很难避免了 那所以我经常说 就是你香港就是 就是城市化了 不要说香港 你去到广东也是的 现在他们的发展都很厉害 反正我们帮那些客人去看个地方 那就是 你再远一点还可以 好像刚才我说 去到潮州这些地方还可以 近身那些 南潘顺那些地方呢 都难 都难找 不过有些公份地还可以 他都会规划到一个圆 给你 然后呢 它通常说 走走走走 它不会一片向的 它中间 怎样都会弄个水池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呢 都可以考虑 那些地方呢 如果你在香港呢 你知道 政府简单一点 通常都搏了去两边 两头两尾 要么全部向北边 要么全部向东边 它的规划就是这样 中间就不会弄些水在那裡 所以呢 花点心思吧 应该都 福人葬福地 嗯 嗯 那你希望 祖先坐得好 那他都会避任你 找到一些好的地方 是 OK 那三集呢 就是师傅 基本上用了一个教学的形式 那 就讲了这个 龙月沙 水 水 那跟大家讲了 陰宅 阳宅的风水 大概的知识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当然啦 近年尾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想 就是请师傅 去帮大家这个楼莲的风水布局 去调整一下呢 那其实都相当之欢迎的 在影片资讯栏 可以找到师傅的联络方法 详细请教一下他 下一集我又继续跟师傅讲一下 其中一些原河风水上的话题啦 嗯 OK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点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 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